累死我了 累了 累 买这么多东西回来 你是不是想把我困在这儿 不让我出去 我就是想金屋藏娇呀 饿了吧 吃什么 我喂你 我想吃这 绿豆糕 来 高山是不是温州的有点过分呢 他是不是刺激受得太大 他脑子出问题了 累了吧 吃还堵不住你的嘴 刚才苏总打电话来说 收照片被人买错了 什么照片 你都知道了 为什么要一个人去啊 你不知道那会有危险吗 我当时太着急了 我就没想那么多 结果 拭建权利还是晚了一步 李波 以后别再给我冒险了 我尽力 要不我上后院试试 你俩继续 赶紧吃吧 苏总是不是约了明天见面了 在他朋友的一个茶楼 地址已经发我了 孙总 孙总 你听我说 我知道现在有麻烦 但 我愿意负责 你给我点时间 我保证一家的并购 会有飞速的进展 这件事情已经决定了 至于对你的处理 你明天回公司再说 我不接受现在的推出 接不接受是你的事 我只宣布公司的决定 记住 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 承担责任 或者付出代价 孙总 孙总 好 孙黎说什么了 她要我避嫌 把剩下的项目交给苏远 明天一大早回广州 她这是趁火打劫 我是这个病高案的负责人 我让你必须留下来处理 没用的 现在某天备受真意 孙黎有借口去接大龙查说 试试看 来 试试 别白费力气了 你没事吧 就差一点 就差那么一点 就差那么一点 高山 我觉得你的状态不是很对 这个案子背后是还有什么别的事情吗 我先回去吧 再给你半小时考虑时间 这个号码有点眼熟 我就是这样的人 只要有利可图 什么人都不能挡住我的脚步 不管她是万家河还是苏美河 当然 也包括你 为了苏美河抛弃自己的前途 没必要吧 你也是聪明人 现在给你个选择的机会 跟我合作 我这人从来不记仇 康总手段真是高明啊 给我挖了个坑 让我跳下去 转头又摇身一遍 变成了个好人 还是要给我翻身的机会 这商场上啊 没有永远的敌人 只要你换了立场 自然能成为朋友 这片子 康总找我 到底想到了什么 我说过 只要你跟我合作 时候自然会给你 甚至还可以帮你搞定孙总 甚至还可以帮你搞定孙总 别紧张 你这一连串的动作 我要是还以为你被我和孙立萌在骨脸 那我可太天真了 你知道我们的底牌 也应该清楚 只有坐在我们的牌桌上 应面才会更大 孙总让你找我呢 他那人格局太小 总喜欢把事情做绝了 其实想想有什么呢 又不是什么深仇大恨 只要是有钱赚 有力图 没有什么矛盾是化解不了的 你说对吧 康总想怎么合作呀 明天的股东大会 宋美和都有哪些打算 他还准备了哪些惊喜 我要你一无一失地告诉我 你是要让我出卖苏董吗 你只是来做事的 没必要堵上自己的前途 你现在可以选择 是溺死在冰川里 还是换一条航线 全在你一念之间 明天股东大会 苏董会当场展示 康总你罗用公款的证据 他不可能有这些东西 是没有的 我打算制造些数据 证明他侵占公司财产 所以他决定 铤而走行 想不到苏美和为了赢 连这种招数都用上了 我不是最看不上 这种下散烂的手段吗 我需要具体数据 我尽管整理出来 我尽管整理出来 尽管整理出来 你怎么在这儿啊 这话应该我问你才对 跟踪我 是我大意了 为什么答应康文的条件 他这个人根本就不值得信任 更何况你这样做等于出卖的苏总 他已经够难受的了 个人情绪从来不在我考虑的范围之内 是不是只要能赢 任何事情你都可以出卖 包括你的诚信跟良知 谢谢 我已经被逼到悬崖边上了 我没有别的办法 的确 你高山向来只选对你最有利的办法 记者会那天 你明明可以选择 阻止那个冒牌的服务员 可你没有出手 刚刚 你明明知道康明会对苏总穷追猛打 把他逼上死路 可你还是选择出卖了他 等我 我说了 我没有别的选择 是不是在我不知道的时候 你也是这样 一次又一次地反复利用我 没错 我就是这样的人 只要有利可图 什么人都不能挡住我的脚步 不管他是万家河还是苏美河 当然 也包括你 如果这样可以让你停止胡闹的话 我不介意你再多打几次 你太让我说了 去哪儿了 放手 我要去提警苏总 你给我放开 放手 放开我 高山 你放手 放手